屏东县因为幅员辽阔 南北的距离就有120公里 让打疫苗难度也更高了 为了要让所有85岁以上的长者 都可以顺利的接种 县府就循着长照模式 由医护团队是翻山越岭跨海来施打 就连线两潘孟安都说了 不论天涯海角烈日或是雷雨 就是要打到你 舞台相公所外搭起检疫注射站 阿公阿嬷们排排坐 等候医护人员施打疫苗 现场更播放母语宣导影片 让长辈们施打更安心 不止医护全程服务 还有富康巴士深入山区 接送行动不便长者 另外在离岛小琉球 卫生所也设置施打疫苗SOP 屏东县府为了让全县85岁以上 长辈顺利接种疫苗 医护们翻山越岭贴心服务 屏东府地遼寇一山傍海 有三面海峡 包括离岛 所以从天涯到海角 甚至离岛都要 每一个都要照顾到 尽管屏东南北距离120公里 一山临海又有离岛 但县府寻长照模式 由医护团队翻山越岭跨海施打 从15号开打至今 已接种19423名长者 我们还有会走路的这个疫苗车 这个来作为我们在 施打疫苗的长辈不动 医护动这样的原则的贴心模式 不止医护团队超给力 平时接送偏乡孩童上学的幸福巴士 也同步支援疫苗施打接送服务 县府和医护团队全方位配合 不止施打效率提升 也为屏东创造连续10天加零记录 记者苏世伟评的莫德